预言中的2020庚子年将会发生瘟疫、洪水、干旱、饥荒、政变、大规模死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地目经》关于庚子年的预言。 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爆醋。 武汉肺炎导致非常多的人突然暴毙,第一句已经应验。 春夏水烟流,秋冬贫饥渴。 预言今年春夏天将出现洪水,秋冬将出现饥荒。 高田游几半,万道无可割。 说的是农业遭受打击,秦淮足流荡,无储多劫夺。 秦淮河主要在江苏省境内,表示那里有可能会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古代的无储地区,大概今天的两湖两江浙江地区, 有很多的抢劫、争夺。 现在已经有新闻报道,各省武警有抢口罩的新闻。 如果瘟疫持续,这种现象会更多。 2012年有一则预言流传出来, 预言很长,我们只选取其中几段。 烈火断氧,人窒息,火到之处,雾成灰。 2019年,澳洲、亚马逊、加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火。 猪瘟在前,醒世人。 就是2019年,非洲猪瘟导致中国肉价大幅上涨。 麒麟在后,将人收。 麒麟指的就是武汉肺炎。 笔者认为,麒麟谐音,气瘟。 而武汉肺炎通过空气传播。 人为灾难何时休? 洪水滔天,万古流。 这句预言由滔天洪水导致很多人死亡, 而这场洪水主要是人为造成的。 这几年一直看到三峡大坝变形的新闻, 如果今年的洪水在长江, 三峡大坝又是豆腐渣工程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和蒂姆经语言的春夏水烟流一致。 金陵塔碑文中写道, 遗气杀人千千万, 大洋残暴过豺狼。 这里的遗气指的是武汉肺炎。 繁华市遍汪洋, 高楼阁遍泥港。 这里是预言将有大洪水发生。 父母死难埋葬, 爹娘死儿孙扛。 万物同遭结, 虫乙亦遭殃。 这是大洪水之后的惨状。 现在我们看刘伯温悲记语言说,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间。 据BBC报道,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12月1号公布首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发病。 合理推断, 这个病毒最晚也是11月出现, 这正应验了瘟疫的出现时间。 预言继续说, 还有十仇在眼前, 一仇天下乱纷纷, 二仇东西饿死人, 三仇湖广遭大难, 四仇各省起狼烟, 五仇人民不安然, 六仇九冬十月间, 七仇有饭无人食, 八仇有衣无人穿, 九仇实体无人减, 十仇难过诸鼠年。 后面的内容很好理解, 这里不做过多解释。 也许有观众会说, 这些预言的作用就是吓唬我们的吗? 他有没有说什么逃离瘟疫的办法呢? 其实, 这恰恰是预言的作用。 我们看到准确预言武汉肺炎时间地点的 刘伯温碑记预言的最后说, 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钩, 八王二十口, 正题的真字上面是匕首的臂字, 很像七字, 下面的一撇一纳, 很像人字, 目与人之间是一个走字旁。 任何事情要被人认识都需要眼睛, 而眼睛又被称为心灵的窗口, 所以是一个目字。 那把闭字, 那把闭字、目字、走字旁、人合在一起是个真字。 三点加一钩, 三个点加一个钩是心字, 加字把口放到左面, 很像任字, 加起来就是忍字, 八王二十口, 把八倒过来放在王上, 把二竖起来放到十上, 再把口放到最下面, 是个善字, 三个字合起来就是真、善、忍。 这正好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是一样的。 刘伯温的预言又说,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了此劫不上算。 意思是说, 遭遇这些劫难不合算, 因为目前在世界上有些人在告诉大家怎样躲避灾难。 法轮功在被中共迫害的这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告诉世人共产党的邪恶, 并且让世人三退, 保平安。 在大地震、 非典、 大洪水等各种天灾人祸面前, 许多善良的大陆同胞因为做了三退, 并诚心地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而得到了平安、福报。